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板 欢迎来到明日春县 那么这一集讲跟经济 跟商业有关的事情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讲一个 最近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日本这个小林制药 小林制药 吃了它的这个药片 会导致肾衰竭 要去洗肾 然后会让一些年轻人 它的肾衰竭程度到 自己看上去像八十岁 因为大家都知道肾嘛 我们对吧 每个男的女的都要补肾的 因为肾它代表着 你的这个人的精华 如果说你这个肾亏 或者是肾虚 你整个人就是很伪 很多人会衰老 牙齿松动啊 对吧 这个头发都会变白呀 会掉头发 这些都是你的肾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啊 小林制药这件事情 已经可以说把日本的制造 把日本的这种 这种什么药妆 日本的这个制造 给它打入这个地狱了 现在日本啊 它整个国家管理很混乱的 小林制药 涉案厂房 已迁移 惹一部分原料 消失调查难度倍增 日本累计私人服用小林制药 红居保健食品后身亡 能有106人 因肾脏疾病住院 目前已知 逾170家企业者受到波及 纷纷停售并收回产品 但相关调查恐怕面临困境 原因之一是 生产问题红居的大阪工厂 已经搬迁 无法进行检查 综合朝日电视台 及MBS的日媒 大阪市当局表示 由于被指危害健康的 红居原料 工厂 已于去年少月搬迁 无法入内检查 虽然厂房还在 但内部设施被早已转移至 和歌山的工厂 因此很难确认出问题的 红居制造 当时卫生状况 导致相关调查困难重重 大阪市健康推进部 保健主管 归本期的说明 生产红居的工厂 已经停止运作 并认为最有可能 造成健康问题的部分原料 已经消失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部分 官员也坦言 要是大阪工厂还在运作 我们就会马上进去了 然后这个药 台湾首例 七寻腹吃小灵红居保健品 先洗 就是洗肾 敷七宿 他像是在等死 像是在等死 所以说 我也跟各位讲了 尤其是你台湾人 台湾人因为由于媚日 很多人就喜欢用日本的东西 吃日本的食物 以日本的一切为了为傲 整个台湾社会 搞得也像日本的一个省一样的 就是他整个街道布景 包括那些企划广告 和餐厅里面的那种 天天都说 谢谢 这种腔调 就是特别日本话 日杂话 所以我也说过了 我说你这个日本东西少用 日本的东西 日本的所有的所谓的这种 它的这种所谓的制造 日本的品质 完全全是胡说八道 大家想想看 这一两年里面 中国尤其是在新冠期间 中国的游客不去日本 对吧 那日本大街 怎么变得比中国游客去的时候 还他妈脏 大马路上面到处是这种 喝酒 发酒疯 就是那种 大家 你们在你们那种城市里面 不是 任何一个城市里 都有一些小青年 都得没什么钱 可能在这个便利店 买给了一罐啤酒 几罐啤酒 或者那种瓶装的那种啤酒 然后弄点花生米 吃点什么 这种烧鸟 鸡肉串 坐在马路 牙子边上 或者坐在什么这种 这种公园里面 在那里乱吃 或者大马路上 就这样乱吃乱喝 喝的 然后在那边发酒疯 有男有女 就看上去 那些人觉得很不雅观 都是一些问题 青年 像这种情况 日本的成年人 在日本的大街上 干这种事 是比比皆是的 在马路上面 乱吃乱喝乱叫 这叫乱叫 他们等于说 这个社会 由于被美国的剥削 和他自己的这些 日本的这些政客 企业家这种剥削 已经导致 他们日本普通人 真的就是社畜一样的 所以说你说日本 现在这个大街上 脏乱差的很 到处都是战戒女 所以我说过 中国如果说你 很多江西那里 娶不到老婆 妈的财力要五十万 你还不如到日本 去找日本的小牛呢 现在日本女的 嫁给中国男的挺多的 对吧 人家也没说 给你提什么财力这那的 当然我们重点 不是谈这个 这个只是说 延伸说一说 那么日本 你看看这几年 什么化妆品厂 他妈的造假化妆品 制药厂造他妈假药 对吧 我听到这个小林制药 这个小林制药 是日本很著名的 一家这个企业 之前就被爆出来 说什么造这个假药 然后呢 日本现在爆发 这个食品中毒事件 是不是很多起 什么烤肉店 海鲜店 这店那店的 还有那个叫什么 用山上的那种 什么泉水 冲下来 然后把那个面 放在那个 像那个猪草的 那个草 草里面 水草里面 然后水下来 在那里这样 这样子来 这样吃那个面 对吧 那个东西不是吃了 很多人他妈逼 那个叫什么 沙门士军中毒 说什么 这个干净 那个干净 他们我跟你讲 他们的饮食习惯 是最不干净的 天天吃那些生鱼片 那种玩意儿里面 寄生虫多得不得了 那种玩意儿 多吃能好吗 你就算不是没有 你就算没有得什么 什么干净虫病 这种寄生虫 这种病 你吃那些玩意儿 你也是直接走了 你幽门罗管军 肯定都会感染 所以我说过 他日本人 现在中国人很少去了 你看他日本人 是不是恢复这个原貌了 所以我说 日本他一直一趟晚 都在花很多的钱 在他这个宣传上面 比如说 在世界的这个大舞台上面 足球赛 演唱会上面 国际性质的 外务省都出钱让日本人去捡垃圾 把日本好像搞得素质很高一样的 我早就说过了 一个高素质的国家 会向他妈太平洋里面去排放核污染水吗 对吧 就这中国还有很多人去给他洗 以前他妈去日本旅游 在新冠之前去日本旅游很流行的 很多人都要去日本买什么马桶盖 还有他妈那个逼的 这个买那个药庄 什么大王药庄 我记得这家店是很出名的 里面全都是会说中文的 还甚至请中国留学生在那里面买货 都买这些药庄 买日本的面膜 买日本的那个 塞皮尔的 还是他妈吃下去的那个玩意儿 那个药 然后这个买 就是有很多人便秘嘛 不吃拉不出来嘛 不吃他那个药 然后又买这买那的 反正就是 什么还有什么龙脚伞 那个龙脚伞我也买过 我也他妈教过智商税 那他妈龙脚伞 还是拿那个粉末状的 怎么倒在喉咙里 制这个什么烟烟的 一点屌用都没有 那东西那玩意儿就是他妈治标不治本的 可能有些你刚弄下去 可能有点效果 但时间长了就没用 这个东西还是要中医调理的 所以就制药这一块 再加上日本很多中尘药 现在中国对很多那种中上等的那些药材 不去向日本出口了 现在这个日本 他这个制药本身就不行 都化学制药 那么现在他这个中尘药更加也不行了 所以我说日本的这种东西 没有什么好去买的 都是他妈的逼的智商税 偏偏你中国人的 还他妈治假 受假 就是我老门也对那些近日分子讲 你喜欢日本是你的事情 你可以去喜欢日本 但是你他妈的逼你喜欢的同时 你别自己他妈真的他妈别框进去了 自己真的他妈为了喜欢 我去用他的这些假药 吃他妈的这个什么 红橘片 吃了你他妈的逼把你吃死 所以我说日本现在这个 整个国家这个管理 跟这个各方面 根本就跟不上 这个国家你说他还管台海的事吗 从国家的管理水平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国家他没办法打仗的 他还打什么仗 战机也是三天两头他妈摔 这死那死的 那能打什么仗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过 就是日本人就是天天吹逼的这些事情 我就说日本的神话可以他妈破灭了 那还什么日本实话 匠男精神 劝他妈癖的 别被吹了 他就是吹牛皮吹的特别大 鬼子 我跟你讲 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中国决定终止对澳洲进口葡萄酒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中国商务部3月28日发布公告 29日取消对澳洲葡萄酒 反倾销反补贴关税 商务部裁定 借助中国相关葡萄酒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对原产与澳洲的进口 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已无必要 根据中国商务部 根据中国反倾销条例第15条 和中国反补贴条例第49条的规定 商务部向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提出取消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建议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道理也很明确 你阿尔巴尼斯明确告诉王毅 就是说不会再像莫里森政府一样 加上对中国的这些内政的这种干涉 可能偶尔说一嘴 也就是他妈的安復安復美国的情绪 也就是澳大利亚开始变得像新西兰一样听话了 而且澳大利亚它向什么 WHTO去申诉什么中国金属产品的 这个反倾销税的这些事情 裁定他们是失败的 是无效的 那么中国是在这个当中是胜诉了 所以说呢 这个澳大利亚他也是愣灾 他说我承认 我承认这种裁决 那么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态度 再加上了王毅之前也到澳大利亚去访问了 目的 重要的目的是 就是说我一直对他进行经济制裁也是可以的 但目的是要让他屈服 那么现在他屈服了 那么他这个葡萄酒我就给他取消禁令了 那么接下来在中国大陆市场 又可以买到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了 对吧 然后澳大利亚之前那些 刚刚用推土机 把这个葡萄园给一铲子推掉的 这一些商家 是不是他妈现在困在厕所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酒商 中国人做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酒的这个贸易的 对吧 又可以笑了 又可以笑了 所以我就讲了嘛 这个东西 澳大利亚始终要搞清楚 谁他妈是假方爸爸 不是你是假方 我们是乙方 而是我们是假方 你是乙方 所以我就讲这个澳大利亚 就是当年他们英国他妈的过来 占据这一块地方 掠夺了这么多的资源 对吧 这个我们也不去讲了 所以说你澳大利亚跟中国来斗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因为你自己没有制造业 你服务业也要他妈靠中国人来帮你充实 你看看澳大利亚整个国家人口才多少 有多少是华人 有多少是中国人 对吧 中国有很多的人想要到澳大利亚去搞文凭的 是不是 对吧 自己好之为之 所以说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索州门群岛 等南太平洋岛国上面 这个中国也继续会在对这里进行渗透 你澳大利亚如果再来击击歪歪的话 随时随时可以把你再进行进行制裁 也是可以的 好吧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这个一个事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德国 德国贫困人口已经达到1420万 占总人口的16.8% 许多老年的退休金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而儿童贫困问题更是达到了亲从未有的程度 对他们来说可以领取食物的捐助点成了救命稻草 老明说过了 你想要去欧洲开洋婚的 还没开过洋婚 想要去欧洲开洋婚的 你现在到德国去开洋婚 很简单的 给他们那些小妞 给她提供一个住的地方 提她吃吃饭 或者干嘛 提供住的地方不是说你给她付房租 而是说可能到你家来 到你住的地方住个几天 有个地方睡觉 你请她吃吃饭 大家知道 你就可以跟她睡觉了 之前像希腊不是欧债危机吗 在希腊你要睡个女大学生 你请她吃饭三明治 就可以给你睡觉 这不是吹牛逼的 这个都是事实 你自己在欧洲混国的 就自己都知道 所以说你看看 现在德国穷成什么必要 而且德国人他是很自私的 他们不会给什么小孩 他们很多钱 像我们中国人还会给小孩 怕小孩他妈的 冻着了 吃不饱了 挨饿了 会给小孩钱 德国人他妈的 他们对老人 他们只讲自己 对老人他们是不好的 都不赡养的 你父母什么的 直接给你丢到 那个药药院里面去 看到你很烦 不会来什么 离浪你的 对小孩他们也是 对吧 他们赚的钱 都是自己花天酒的地 打群椒 飞叶子 德国不是大马 也合法了吗 对吧 群椒 飞叶子 搞混外情 都是在这些方面 小孩他们不给什么 零花钱的 很多小孩都饿肚子 冷气挨饿的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 16% 什么概念 1640万人 他这个贫困是啥意思 吃不饱饭 所以我说 别觉得什么白人高贵 这个是很傻逼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他妈的病 你给他请他吃点饭 你就可以跟他打炮了 但是我说 德国女人 没有什么好打炮的 一个是长得五大三粗 还有一个就是 身上特别臭 怕你受不了这个味 所以说 像日本的也是 你想满足你一个爱国爱情 什么岛国爱情教育篇 到日本 大酒保公园去兜一圈 现在中国去日本办签证 也挺好办的 简单的很 10万块钱 有10万块钱存款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办了 可以去那边炮火连天了 这都是现实 很现实的一些五话题 所以现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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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